皇帝一顿饭养活多少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 吃饭是为了活着 但对于皇帝来说 他们活着的其中一件大事 就是吃饭 影视剧里的帝后们 将来都是奢侈浪费的代表 一天三顿饭 每一顿的饭桌上 都得摆着十多个盘盘玩玩 而且每道菜 还都必须吃上一口 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皇帝吃饭应该是 两个桌子 就是两个桌子分别 就是说落上 那就是等于是四张桌子 就是说两个桌子落在一起 它的菜品大约在二十几样 然后有米饭 比如说有三种 然后有粥之类的 李宝晨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年龄六十七岁 主要研究项目 清拱礼仪 著作 礼不远人 走进明经经师理智文化 末代皇帝溥仪 末代皇帝溥仪 在《我的前半生》里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份 关于溥仪早饭的详细记载 宣统四年二月早饭 三鲜鸭子五柳鸡丝 黄焖羊肉 樱桃肉山腰 鸭条六海参 祭神肉片汤等等 二十六片 这么多菜摆在皇上面前 怕是看都看不过来 更别说吃了 那皇上这扇 到底是怎么个用法呢 这些取饭的人取来 送到皇帝的宫里边 然后由摆扇的太监 给他摆上 摆好以后 先用银盘 咽一下菜 那就说伺候皇上吃饭的太监 然后太监开始尝上 就说还要试一试 有没有毒 这时候在这个期间 这个伺候皇上吃饭 他就要观察法了 皇上用哪个眼 就是眼睛溜哪个菜 他把这个菜往前挪 据史料记载 清朝末期 一位皇帝早饭的平均成本 大概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 一万块钱左右 但是对于皇帝而言 他不过就是把顺眼的菜 零星加上几口 成本怎么也超不过一千块钱 看到这儿 或许有的观众会问了 那剩下的怎么处理呢 难不成都倒掉吗 人家自有办法 清朝有个制度 叫客食制度 就是说皇帝吃完饭 这些东西皇帝要命的 这个赏给谁 这个赏给谁 比如说在宫里过去 值班的比如说有太医 在宫里呢 有军纪大臣 这些人都有机会 得到皇帝赐给的东西 吃不了就扔 这是暴发户心态 吃不了打包带走 才是皇家风范 李老师告诉我们 清朝的客食制度 客食也写作客食 是满语 食恩 赐语 赏鸡的音译 也就是赏赐食物的意思 皇上的剩饭 主要是赏赐给皇上的家里人 后宫嫔妃 儿子闺女 再有就是赏赐给一些 每天到宫里上班的 外省门职人员 您别瞧 不过就是些剩菜剩饭 但这从皇上牙缝里 剩出来的恩宠 不仅解决了食物浪费的问题 而且也是皇帝 笼络沉下的手段之一 清宫野百 大排大 您看看宫廷沿席上 这些丰富的菜色 热炒凉菜 应有尽有 可事实上这些大菜 在清朝宫廷沿席上 是没有的 您知道宫廷沿席上 到底能吃着什么吗 那种宴饷 所吃的东西 并不是由御膳房提供的 清朝有个机构叫光楼寺 是由光楼寺提供的 而且桌上的食品 以烧烤跟满洲波波为主 没有人们讲的热炒 没有 光禄寺的大概位置 就是现在的东城区的 北京二十七中的所在地 光禄寺是明清两朝 专门负责国家研习事务的 中央政府职能部门 光禄寺毕竟做的是大锅饭 水平自然要比皇上家的 浴茶膳房 差一截子 然而 这对于应邀出席 国宴的文武百官们来说 已经是光宗耀祖的事了 光禄寺最擅长的就是烧烤 这是满足人的传统美食 当然了 和咱们现在的 烤羊肉不大一样 而是搭一个平板的铁锅 把羊肉放在上边烤 而显为人知的是 清朝那会儿 人们就流行吃户外烧烤了 这会儿从何说起呢 露天吃饭只有 就是说那家那个宴响 就是说三大节 他在太和殿前面举行宴会 从那个殿内到殿外 都布置桌子 那种他一部分人是在露天的 因为殿里装不下那么多人 那就高级官员在殿内 阅望低级可能要挪到这个廊下 实在不行就那个 这个所愿在里边了 通常情况下 国宴都是在太和殿举行 皇上 御前大臣 王宫大学士等品以上的 门武大臣 坐在太和殿里边 而副部长以下级别的 就安排坐在太和殿门口的 这个台机上 据史料记载 每次国宴至少要搭200桌 而应邀参加国宴的人 全加在一起 少说也得有3000人 您能想象吗 3000人同时考 紫禁城得烟熏火燎成什么样呢 这要是按咱们现在的 空气质量播报的话说 肯定是可吸入颗粒物指数极差 中毒污染 那个宴响 实际上更多的是礼仪性质 并不是美食享受 因为参加这个宴响的人 他要向皇帝煮酒 而且随时要磕头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工会吃饭 等到这种礼仪结束的时候 这个宴会就结束了 那么在清朝有一个规矩 这个桌上布满了这个食品 也没怎么吃 怎么办 宴会结束可以打包 拿回家 这古人勤俭节约的态度 值得咱们学习 而这烧烤加波波的沿袭菜单 更是值得影视剧借鉴借鉴 只是不知道 如果清宫戏里 撤走了这些丰富的菜色 换以烟雾缭绕的烧烤 电视机前的您还能否捧场呢